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长泰 在这一节我们一同来了解一下OMIFOX在各个苹果设备上的界面 首先让我们看一张全家服务 在这里可以看到OMIFOX针对Mac、iPad、iPhone和Apple Watch设计了不同的界面 可以说OMIFOX是根据每类设备的特点进行了针对型的设计 在本节我们将一同来学习一下每类界面的特点 首先看一下OMIFOX在iPhone上 在iPhone上我们默认使用的是这种竖板的方式 这种是使用比较频繁的版式 但同时我们可以在iPhone上把手机横过来 可以提供横版的展示方式 我们可以看到横版的界面更加的简洁 把原有竖板上方的这些信息去掉了 可以更加专心的去编辑内容 此外当把手机横过来 我们使用横版的时候可以双手进行编辑 编辑的效率更高一些 如果你只是想拿出手机简单浏览一下 OMIFOX里的内容大概只有几分钟 这时候使用竖板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刚好在路上 然后时间比较多 比如有一个小时 想系统的一下浏览OMIFOX中内容进行编辑修改 这个时候可以使用横版 横版会让你更有效率 默认情况下 只要我们把手机横过来 就会出现横版 但是如果你在控制中心设置了转向锁定 就不能再出现横版 你可以点击这个区域的锁定按钮 更改设置 OMIFOX提供了两种颜色的配色方案 一种是我们之前看到的白色底色的 另外一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黑色底色的 黑色底色的好处是 比如在我们晚上休息的时候 家里的灯已经关了 这个时候拿开手机 打开OMIFOX 黑色底色会比较保护视力 同时不会影响家人的休息 在OMIFOX for iPhone上 设置黑色底色非常的简单 当我们打开主意面之后 往下拖动 这个位置会出现一个设置 出现设置之后 我们看到在颜色方面有两个选项 第一个叫做暗色调板 选暗色调板之后 代表着你会一直使用暗色调板 当我们点击暗色调板 右侧按钮之后 OMIFOX界面整个就会发生变化 变成黑色底色的 这个时候 不论外界的光线环境是什么样 整个的OMIFOX都是黑色底色的 当然了 我们也可以让OMIFOX 随着环境 随着屏幕亮度变化 自动进行切换 我们只需要点自动切换右侧的按钮 就会出现下面的这样一个调节的区域 这里我们看到有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代表的是屏幕的亮度 我们可以打开控制中心 看一下屏幕亮度 代表的是当前屏幕的亮度 当我们把调节按钮调到屏幕亮度左侧 OMIFOX采用的是亮色的白色底板 如果拖动到右侧 会调用暗色的底板 这张图就是当我把这个按钮拖动到屏幕亮度的右侧 整个OMIFOX界面变成了这种暗色的底色 iPhone手机屏幕亮度会有两种调节方式 一种方式是手工调节 另外一种方式是手机自己调节 手机上有一个光感器 光感器会根据环境亮度的情况 设置屏幕亮度的变化 我们可以在手机的设置中找到显示与亮度 点开之后会看到这个 然后可以点击自动亮度调节 或者是取消掉 然后手工设置亮度 我个人的习惯是设置为自动亮度调节 这样手机在不同的环境下 会根据当时的环境的调节亮度 这样浏览手机使用手机会比较的方便 我们之前设置的OMIFOX按钮和手机亮度 它是一个相对值 比如手机亮度往下走了 这时候按钮在右侧 这时候是暗色版 假如说手机亮度往右走了 特别亮 然后这时候这个值在手机亮度相对是左侧 这时候会展示白色的地板 大家可以在手机上多尝试 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 我们之前介绍的iPhone上的OMIFOX 其实默认推荐大家使用的是竖板的界面 因为手机通常一只手使用情况比较多 这样竖板使用的频率会比较高 但是iPad体积比较大 一般一只手拿着会比较麻烦 一般是双手或者是平放在桌面上 这样的横向的屏幕使用会比较的频繁 所以OMIFOX在iPad上主要的界面是横向的 在iPad上左侧展示的是按钮 右侧展示的是大纲和详细的内容 这里展示的是上下文中的打电话 下面有一项行动是给张经理打电话沟通会议室的事情 我再点一下预测中的今天 这里看到有11项行动 点一之后就把今天的11项行动列了出来 同时每件行动会列出它的截止时间 当然了我当时没有设置详细的时间 设置的都是默认的下午5点半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把iPad竖过来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效果 比如说我点击了以标注 然后把iPad竖过来 这时候看到左侧会有菜单 右侧但是展示内容是不完整的 相当于是左侧的菜单 把右侧真正的每一条内容覆盖了 所以说iPad默认推荐的使用是横版的 竖版的使用体验我觉得并不是特别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点击一下预测中的今天的事情 然后可以看到列出了今天的11件事情 但是左侧菜单就消失了 好处是比较聚焦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今天到了办公室 然后把iPad取出来 然后把iPad以立的方式放在办公桌上 然后聚焦到今天 打开今天 然后列出了今天的事情 然后我把iPad的屏幕设置为不锁定 一直打开着 这个时候我就有一个今天需要完成事物的一个清单 而且机面非常的简洁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Ami Fox Ami Fox在Apple Watch上的界面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界面的底色是偏黑色的 那其实不仅是Ami Fox 其他很多在Apple Watch上的应用 整体的底色都是黑色的 我想这种颜色的设置方式 有利于这个节能 有利于这个Apple Watch的充电一次之后 使用的时间更长 那在Apple Watch上 Ami Fox的主要作用就是提醒和浏览 因为这时候已经不能再进行文字的编辑了 所以更多的价值是提醒浏览以及标注完成的状态 那在前面我给大家讲过 Apple Watch需要搭配iPhone来共同使用 Apple Watch 不能自己单独的上网 它需要使用蓝牙和iPhone进行数据同步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Ami Fox在Mac系统下的界面情况 那由于在Mac系统下界面比较大 展示的信息也比较多 左侧是收件箱预测项目等 第二列是分类 比如项目的分类 上下文的分类 然后第三块是大纲及一些具体的内容 最右侧是检查器的内容 由于Mac系统下屏幕比较大 同时会搭配键盘鼠标 所以整个编辑录入修改的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对于我来说 我大部分使用Mai Fox时间 是在Mac系统下 目前Ami Fox放Mac也提供了明暗两种配色方式 大家可以找到最上方的菜单Ami Fox 然后点击偏好设置 然后点击第四个样式 然后可以看到调色版有亮和暗两种 目前默认的是亮 我们可以点击一些暗看一下 我们看到整个界面变成这样的样式了 好 接下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图示 因为在Ami Fox中 偷示是非常核心的一个功能 也是很多学员想学习的功能 但这个功能想用好的其实并不容易 我们需要相互交流 共享一些偷示设置的一些方式和方法 好 首先让我们看这样一个场景 比如在12月12日 就是我制作这个课件的当天 当天是周一 我制定了一个计划 就是当天完成这11件事情 那这11件事情 我们可以看一下上下文 这个右侧是上下文 上下文我用英文表示的 比如第一项是在电脑前 computer 第二项是anywhere 任何地方都可以做 然后第三项又是computer 然后是外出 任何地方 外出 外出 在电脑前 电脑前 外出 在电脑前 那从整理的角度来讲 其实我整理的已经很细致了 我列出了当日要做的是一件事情 而且每件事情的属性 比如是在电脑前 还是外出 还是任何地方都可以做 都整理的非常的清晰 但是依然有一个问题 比如我现在外出了 外出家们去做事 我拿出手机 看到这是一件事 但让我快速的知道 我外出的时候适合做哪些事 其实也非常的不知观 这个时候我就在想 能不能把我外出需要做的事情 列在一起 比如我去超市购物的时候 能够快速知道 我还有哪几件事情 可以去做 比如包括去中医院取药 去买烤鸡 买富翁浆 然后去供行交费 这件事情能不能放到一起 当我外出之后 回到家里 坐在电脑前 我能不能快速的知道 哪些事情 我在电脑前能做 而不是说一条条的浏览 看到第一项 是在电脑前 然后看到第三项 然后一次去找 非常的麻烦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使用透视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建立好的几个透视 在左侧包括了今天事情 包括了老婆和爸妈 三个透视 我点击今天事情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右侧展示的 还是是一件事情 但是进行了分类 有这样一个透视 就非常的方便 比如我先出门 然后去坐公交车 坐公交车 大概是半个小时 这时候我打开手机 找到今日事情 看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做的事情 然后看到里面有两个电话可以打 然后就打两个电话 大概花五分钟十分钟打完 把前面的状态标注一下 标注为已完成 然后等到木立地之后 开始陆续的办需要做的事情 等做完之后 把这四个事情的前面进行标记 标记已完成 当我们在家里或者是在公司的电脑前的时候 就专心看计算机前可以做的事情有哪些 看到有如下五件事情 然后就依次去做 在后面章节中会有透视的一些详细的教程 在今天只是给大家简单展示一下 刚才所看到的今天事情的透视设置方法 让大家对透视有一个比较概括性的 有一个大体的了解 首先我们点击左上角的OmbFox 然后点击偏好设置 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菜单 然后点击第五项叫日期和时间 然后我们看第一项 第一项叫做即将截止时间 在后面章节中会有透视的一些详细的教程 在今天只是给大家简单展示一下 刚才所看到的今天事情的透视设置方法 让大家对透视有一个比较概括性的 有一个大体的了解 首先我们点击左上角的 然后点击偏好设置 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菜单 然后点击第五项叫日期和时间 然后我们看第一项 第一项叫做即将截止时间 那即将截止时间 一共有七个选项 我们选择的是今天 那这里的今天的含义是指早上 或者是凌晨一点之前这个零点 以及晚上23点之后的零点 然后连续的24小时 而其他这些选项比如包括第二个24小时 两天三天指的是从当前时刻往后推算 24小时还是两天三天 那所以呢我刚才所设置的今天事情指的是今天这个绝对的一天 就是从凌晨啊 再到这个下一个凌晨 好选择好即将截止时间之后呢 可以关掉 关掉之后呢 我们点击上面的菜单的透视 点击透视之后呢 看到有隐藏透视 添加透视 我们点击第二项 叫添加透视 点击添加透视之后呢 会出现右侧这个区域 那这个时候呢 一般默认啊 鼠标已经放到这个右侧 让你做一个名称的录入 比如我们录入的名称呢 就叫做今天事情 然后呢 往下继续的进行设置 那在项目层级设置上呢 我们选择不使用项目层级 那在演示文稿的选项上呢 第一个是动作的分组方式 我们选择的是上下文 也就是刚才所看到的 11个行动呢 分为三个上下文 然后动作的排序方式呢 我是按照动作的持续时间排序的 那这个持续时间呢 指的是我们在做计划的时候呢 认为这个动作需要花多长时间 比如我认为打一个电话 需要五分钟 那就会在动作的检查器中 设置该动作所需要的持续时间呢 是五分钟 那在过滤上 过滤呢 就是对信息数据呢 进行筛选 那这里呢 我设置的第一个呢 是按状态过滤 状态过滤呢 就是即将截止 那我们刚才已经设置了即将截止 指的是今天 我们回顾一下 指的是今天 那这里呢 就把你在OMFORCE中 所有的行动呢 做了过滤 只保留今天的事情 只保留今天的行动 其他呢 我并没有做特殊的设置啊 都是原来系统默认保留的 那可用性呢 指的是全部还是剩余 还是已完成 那这里我默认选的是剩余的 当完成一件事情呢 这个从例表中呢 就消失一件事情 但如果你为了进行对照啊 比如说我今天有十件事情 我现在呢 完成了三件 还剩八件 你可以选择呢 全部 那当我们设置完以上的参数之后呢 注意要点击一下这个五角星 把它从这个灰色啊 变成黄色 那这时候呢 才会在左侧的透视上呢 出现 同时呢 我们可以调整它们的位置 按住触控板的左下角 或者鼠标啊 可以拖动 可以把这个透视呢 更改它们的位置 上下呢 进行排序 那本节呢 只是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 所以呢 没有讲太细啊 以后会有单独的章节 给大家详细的讲解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在iPhone上的透视 那当我们点击预测中的今天 可以看到的实际事情呢 和我们在Mac上看到的是一样的 没有进行分类 我们设置了今天事情这样一个透视 那这里提示大家 我们在Mac上设置的透视呢 会同步到iPhone和iPad上 所以说只要一个设备上设置了某个透视呢 几个设备呢 是同步的 那我们点击一下今天事情 可以看到 在右侧呢 事情进行了分类 任何地方电脑前外出 那今天事情这样透视的设置的逻辑和思路啊 和我们之前Mac上设置的是一样的 但是界面和一些按钮的位置呢 会有些差异 首先呢 我们点击设置 然后找到即将接止时间 选择的呢 依然是今天 然后呢 我们可以新建一个透视 注意 透视是OmicFiles专页版才有的功能 如果你在iPhone上买的是普通版 那没有这个功能 需要进行升级 那这个透视具体的设置方法和在Mac上呢 是一致的 首先是不使用项目层次结构 然后呢 动作分组方式呢 选择的是上下文 排序呢 是持续时间 按状态过滤呢 选择的是即将到期 那其他呢 并没有进行单独的设置 然后设置好之后呢 点击完成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在iPad上 看这个今天透视的效果 那左侧呢 是一些导航按钮 右侧呢 是今天事情的一个透视 非常的清晰 那当我们把屏幕立起来之后呢 会看到这样的界面 那在办公室的时候呢 就专心做computer的事情 外出呢 做外出的事情 然后在路上 在公交系统上呢 就做一些anyware的事情 我们呢 也可以将透视展示到 Apple Watch和iPhone或iPad的今天上面 那我们点击设置 然后找到今天和Watch 然后呢 可以看到这样的界面 那系统默认的一般是 展示的是今天截止 那比如说呢 你不希望展示系统设置的啊 想展示一些自定义的图示 可以点击这个自定义图示 右侧大纽 点击之后呢 可以列出你之前设置的所有图示 那比如呢 我选择了爸妈这样一个图示 那这个图示呢 会在Apple Watch和iPhone和iPad 今天上呢 得到体现 那最后呢 补充一下 那这里所说的今天啊 指的是在iPhone的主屏幕上 然后向左滑动 会出现这样的界面 那这个区域呢 可以编辑一些App的一些展示 比如呢 点击编辑 然后呢 把OmicFox放置进来 那对我来说呢 我放了两件事情啊 应该是两个App的区域 一个是日程 一个是OmicFox 那这个区域展示的信息呢 对应的就是今天和Watch 好最后呢 我们汇总一下OmicFox 在各个苹果设备上的优点和缺点 我们是按照这个设备的大小啊 首先是Mac iPad iPhone和Apple Watch 那在Mac上呢 优点是屏幕大 编辑也非常的快 那对我来说呢 我使用的时间呢 比较多 但缺点呢 是不容易携带 然后呢 查看比较麻烦 我们必须要把电脑打开 然后呢 也需要网络 那当一些事情呢 到期之后 它会谈出一些提醒 假如说我们不在电脑前 就说不到这样的提醒 那比较适合OmicFox forMac使用的场合呢 是类似于办公室 家里 咖啡厅 这样可以把电脑长期打开的环境 接下来我们看iPad 那在iPad上使用MFox呢 应该说界面呢 也比较大 但是呢 如果你想外出使用呢 需要配一个上网卡 除非你所在的城市呢 这个WiFi非常的方便 那此外呢 iPad的编辑性啊 也一般 它需要在屏幕上进行录入 那相比较在Mac上呢 效率就低了一些 我认为比较适合 这种短时间的外出 那我看到身边的一些朋友啊 他们经常外出 比如拜访一些客户啊 去参加一些会议啊 但是携带这个电脑啊 可能体积比较大 不方便 他们就会使用一个iPad 那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想 还能有一定的编辑性 编辑比较快呢 可以配一个蓝牙键盘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在iPhone上使用MFox的优缺点 那我认为呢 优点就是非常容易携带啊 因为现在大家几乎 人人都离不开手机 几乎是24小时在身边 然后呢 MFox一些提示啊 非常方便 通过震动啊 声音啊 能够及时的通知到你 此外呢 我们的手机网络啊 现在越来越方便了 这个4G也非常的快 所以呢 带着iPhone呢 可以随时同步MFox的数据 当然了 在iPhone上使用MFox呢 也有些缺点啊 比如这个需要触控屏的编辑 相对Mac上呢 是比较慢的 此外呢 当我们想点击到一层层的项目里面去呢 也是比较麻烦的 但是在Mac上呢 直接这个左侧的大缸呢 就能清晰的看到项目之间的结构 能快速找到某一个子项目 那从使用的场合来讲呢 其实iPhone在任何场合下都可以使用MFox 但是我个人啊 比较侧重的就是外出的时候 因为这时候呢 带电脑不方便 或者是呢 这个在家里休息的时候 然后比如躺在床上 靠在山发上 不想把电脑再支起来 感觉电脑屏幕的比较大 比较泪眼 或者是早上刚起床的时候 想看一下今日的日程 今日需要做的事情 那这时候呢 使用iPhone呢 就非常的合适啊 使用iPhone打开MFox就非常的合适 最后呢 我们说一下Apple Watch Apple Watch的最大优点呢 就是一查看 因为它带在我们手腕上 和我们身体呢 一直保持接触 有一些截止事情 要提醒的时候呢 通过震动啊 声音啊 可以很快的通知到我们 非常的方便 但是呢 在Apple Watch上呢 不能进行信息的录入 它只能查看 而且呢 必须要和iPhone呢 进行蓝牙的连接 才能使用 才能传输数据 具有一定的这个依赖性 那我们举几个 Apple Watch上使用MFox的场合 比如呢 你正在公交或地铁里 人非常的多 那这时候呢 手机放到包里 拿出来不方便 然后也不安全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通过Apple Watch 看一下今天要做的事情 那再比如呢 你在家里 手机呢 正在充电 或者是你正在劳动 不方便带手机 这时候呢 当有些事情呢 要到截止时间的时候呢 可以通过Apple Watch 对你进行提示 那在每一类设备上 使用MFox呢 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 那对于我们来说呢 需要结合自己生活工作的环境 以及自己的偏好和经济条件呢 选择一款或者几款合适的设备呢 来使用MFox 好 以上呢 就是本节课程的所有内容 谢谢大家 我们下节再见 我们下节目